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莲藕来分享一道下饭又下酒的做法 挑选莲藕的时候要选择根结比较完整的莲藕 这样中心比较干净没有杂质 炒制的莲藕尽量选择表皮白色透亮的莲藕来制作 这样做出来的莲藕口感比较清脆 把去皮洗净的莲藕从中心一分为三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约两个硬币厚度的莲藕片 这样可以让它做出来口感清脆又嚼劲 切好的莲藕先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充分的浸泡清洗 这样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煮熟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切成薄厚均匀的小片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青红尖椒直接切成辣椒圈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准备适量的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把适量的生姜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蒜片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洗净的小香葱直接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和几滴的食用油 再淋入一勺的白醋 加入白醋可以让藕片更加的清脆 水开后把藕片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莲藕、生熟都可以食用 所以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保持它清脆的口感 大约焯至半分钟表皮略微透亮的状态 捞出控水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烧肉后加入适量的油 把锅的四周略微润透 油绕后把切好的五花肉片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五花肉片稍微在锅中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炒至到表皮微微卷曲的状态 这时候在里面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辣椒酱 把准备好的蒜片、生姜也添加到里面煸炒增香 把它们在锅中充分的煸炒出香味 炒至到肉片均匀上色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青红辣椒圈添加到里面 把辣椒炒至到断生的状态 再把焯好水的藕片添加到里面 接下来用大火快炒的方式把锅中的食材炒至均匀 炒至的时间不用太长 炒匀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加入适量的生抽增加复合的味道 调味后把食材在锅中充分的炒匀炒至到入味 炒香后再把准备好的香葱段添加到里面煸炒增香 翻炒大约5-6秒钟 葱段变软激发出香味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莲藕用这种方法做爽脆入味 而且非常的下饭又下酒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